深夜十二點多 馬路上突然有些動靜 一瞬間大量火光出現 伴隨一陣陣白煙 當時最靠近的機車騎士 差一點就遭到波及 回過神後 趕緊催油門 加速逃離現場 從出現火光 到船來爆炸聲響 過程短短一秒鐘 把畫面放大看仔細 原來 當時在黑色轎車旁的 這個白色物體 就是爆裂物 馬路旁的公寓 地板上全是鋼豬蛋 大門列成蜘蛛網撞 二十八號凌晨十二點多 新北市盧州中山一路 遭到不明人士丟職爆裂物 這白色物體 被人丟職在路中央 還談了兩下 之後瞬間引爆 裡頭還有非常多顆的鋼豬蛋 警方不排除 這就是土製炸彈 目前警方調閱監視器 鎖定一名男子 當時他疑似騎車通過路口 直接把準備好的爆裂物 往外丟 接著加速逃逸 目前我們清查市醫護的民宅 有遭到鋼豬的波及 毀損的窗戶 我們正在調閱監視器 來擴大追查犯嫌的蹤影 嫌犯是俠原報復 還是隨機丟職 警方還在釐清 雖然這次沒有傷到人 但若不早日抓到這可惡嫌犯 當地居民恐怕很難心安 記者 後日翔 黃天耀 成選 新北市報導